嗨,大家好,我是月娜 今天我用黏土来做一下漫画版的科比 来纪念这位伟大的篮球运动员 先让我们看一下他的照片 这些是科比的照片 你看得出他的脸部有哪些特点吗 因为我要做的是漫画版的科比 所以一定要特别的强调他脸部的特点 把他脸部的特点夸张的表现出来 要非常夸张的把他脸部特点做出来 这样才有漫画版的效果 我们先看一下他的脸型 他的脸型上窄,中间宽,下面更窄 我画一下图 我画画的水平和我女儿差不多 这就是我女儿画的画 所以他的脸型应该是这样子 上窄 然后中间宽,下边更窄 画的不是很好 这样子 是吧 这是一个头在这 上窄 中间特别的宽 下边窄 下边比上边还要窄 而且他的颧骨很突出 等一下我们做的时候 我们要特地的强调颧骨这一块 要特地的把颧骨给做高 再看一下他的鼻子 先看一下他的嘴吧 他的脸部里面 他这个嘴张的是挺大的 因为笑嘛 所以这个嘴是这样子 嘴也要做得很大 牙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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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的肤色相比 牙齿就很白 牙齿也做大一些 牙齿也做大一些 然后他的鼻子 他的鼻子 有点像那个 算了不说了 我想说他的鼻子 是有点像飞鸡的 对吧 有点像鸡翼 所以这个鼻子 这个鼻子应该怎样做呢 是下 上大 下小 然后 然后这样子 鼻翼有个特别突出的地方 这个地方特别突出来 这个鼻子 然后看他的眼睛 他的眼睛有什么特点 他的眼睛这个双眼皮很高 眼睛很小 所以 所以 做的时候 眼睛要特别的小 做的特别的小 眼睛特别的小 而且双眼皮很高 很深 这是头 然后呢 这个脸特别的突出来 这个颧骨特别的突出来 出来 然后倒倒 这个脸 下巴的这样子 下巴是有点 成这个梯形 像梯形一样 这是平的 他的耳朵圆圆的 我们做漫画人物的话 就把他的耳朵做小一些 做一个小小的耳朵就行了 嘴巴张大一点 这个下巴画得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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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画长一点 再画长一点 好像画得更糟了 太长了 大概又是这样子吧 然后他的眉毛 眉毛这样子 大概就是这样子 大概就是这样子 我们就做这个 就把柯皮做成这样子就行了 不好意思 前面手机没放好 前面的部分没录上 那就从这里开始看吧 你看我现在把他的特点 都已经做出来了 他的额头很窄 颜骨很高 下巴就更窄了 比额头要窄 我填充牙齿 你看他的照片 远远的看过去 他的牙齿是很明显的 是吧 嘴看上去好大 现在我把眉毛给贴上 再贴另外一边眉毛 眉毛贴好以后贴嘴唇 这一块是面 不是黏土 因为我有现成的红面 调好了 我就不想再调黏土了 耳朵做小一点 这样子人物才可爱 我怎么觉得他有点像奥巴马 做得像奥巴马一样 和奥巴马差不多 贴上胡子就不像了 我带来一堆 再来一堆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男人 男人 buddy 你知不知道 我能在过去 快20年之后 这真是太太 男人 男人 你知不知道 我能在过去 快20年之后 这真是太太 男人 男人 他们 大家 you know